奶奶,我錯了 這不是野山生 是家養的山生 還有呢 是我買的 劣質的家養山生 你這個沒用的東西 我什麼時候在乎你們送什麼禮物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 你們欺騙我 我知道錯了,我明天 明天一定去給你買 最貴的野山生 誰稀罕你的什麼山生 我沒有當眾戳穿你 是給你留個面子 因為你是我的孫子 以後你再拿這樣的事情來糊弄我 你就給我灌出楊家 你以為我老太婆 是好糊弄的嗎 奶奶,對不起 我以後再也不看 還有 以後我說什麼事 你少在旁邊插嘴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為什麼選小帆 當董事長和總經理 你就心裡沒有點數嗎 記住,該屬於你的 我自然會給你 不屬於你的 你永遠別想要 我明白,奶奶 我記住 出去吧 是 保鏢 你暗中去查一下 林肖到底用什麼辦法 去擺平朱家 如果他沒有這個實力 你立刻匯報給我 林肖 都是你幹的好事 你打了朱小川 沒想到 他們用這麼瘋狂的手段 來報復我們 金北集團 要是因此沒落了 你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老婆 別叫我老婆 你要相信我 叫不叫你也是我老婆 而且我說了 這是我自己捅的窟窿 我自己自然會補上 你能行啊 你是不是不了解朱氏集團啊 你就給我一天時間 我保證 一天 把這事情圓圓滿滿的給你處理掉 行 你要是處理不掉 以後就別來找我了 知道了 絕對不耽誤我們結婚 我看你到底有什麼本事 喲 剛才不是挺厲害的嗎 怎麼 現在蔫兒了 不但 我的事你別管 我猜的沒錯的話 是你那顆變質的影山深 被老太太識破了吧 林小 我的事情跟你沒關係 你要記得你答應奶奶要做的事情 要是做不到 我保證 明天過後 你不害死人 老太太的話 你是一句也別聽進去 我先勸你一句 別跟我鬧 你鬧不過我 小孩 你給我等著 好 謝醫小姐 謝老爺子的病怎麼樣了 林醫生 我爸爸好多了 真的要感謝您了 您看您什麼時候方便 過來對我爸爸進一步的治療呢 好啊 我現在就過去 那我派車接您去 不用不用 我馬上過來 林醫生快點進 林醫生你來了 快請坐 謝老爺子也好轉了是吧 現在好多了 能慢慢下床了 今天還在誇你醫術高明呢 行 那我去看看他 哎 林醫生 要是沒什麼事的話 能不能晚點 他剛睡下 好 那我就再等一會兒 其實呢 我這次來還有一件事 想請各位幫忙 林醫生有什麼事儘管說 我們能幫到的一定會做的 你知道我們東南市的那個 朱氏集團嗎 朱氏集團 我知道啊 不就是我們市的上市公司嗎 那和你們謝家相比到底怎麼樣 朱氏集團說實話有實力 但是跟我們相比還差得遠呢 昨天他們董事長想來看看我吧 我們都不待見他 那我有一件關於朱氏集團的事 想請你們幫我 我是京北集團 哦 也就是那楊家的女婿 昨天他們那個大少爺朱小川 竟然當著我的面 侮辱我和我未婚妻 給我給打了 以前啊 到處聽說過那個什麼 朱小川 到處也是 打了之後呢 他們現在啊 為了報復我 竟然取消了和京北集團的所有訂單 並聯合其他公司共同抵制京北集團 現在 京北集團陷入了危機 竟有此事 所以 還想請你們幫忙 看看能不能幫京北集團度過這次危機 啊 對了 我保證 你們老爺子的病 兩個星期之內肯定痊癒 林醫生 這個事情要等我爸醒了之後 我們商量一下該怎麼弄 你放心 這個事情 我們肯定會幫你 哥 這點小事就不用等爸爸了 林醫生 你在這安心給我爸治療 我現在啊 就去趟朱氏集團 畢畢 這商場的事情 真的不用我爸說一聲 哥 放心吧 我有把握 行 如果這事情真的辦成的話 那就謝謝你了 放心吧 爸 爸 越來越沒規矩了 下去幾天再往 爸 這金北集團的事情 你把什麼時候給我處理啊 啊 我中和二七一定給我出了 我已經聯繫了幾家大公司一起 以及金北集團 不備了多久 金北集團 應該就完蛋了 爸 真給你 你以後小該我也是 我現在有這個能力幫你出去 如果以後 沒有這個能力 那你就不想一天被人家欺負 爸 只要有你在 沒人敢欺負我 請進 董事長 外面有人求見 我在房間來不見 是謝家的大小姐 謝伊 什麼 謝家大小姐 快點進 好的 董事長 那謝伊伊是誰啊 謝伊伊是我們中南市 董事長 許醫謝家的大小姐 謝家的繼承人 我都去求見 他都不敢見 不想到今天還來講我 爸 那謝伊伊不漂亮嗎 東西大美的了 什麼呢 然後主要非以為之 老大以後再 東南市都可以 行得懂啊 爸 那你趕緊給我介紹介紹啊 我也想看看本事 我已經暫時要大美的了 再來你就看到了 謝謝你 哎唷 我是他了不起 終於見到你了 以後有什麼事 你家後一箱就死了 免得麻煩你跑一趟 朱總 朱總 別來無恙 你早餐對嗎 謝謝小姐 也是說過我吧 東南市有名的王子子弟 到處有師生非 誰不認識 好 謝謝小姐 聽說你們張老爺 老爺子病得很重 我都去拜訪我們能見到 現在像你怎麼樣了 幸好找到一名神醫 現在基本上快康復了 真的嗎 那太好了 我還想著以後和老爺姐 都合作咧 我今天就是不來談合作的 我今天就是不來談合作的 謝謝大小姐 我們求求不得啊 找想跟你們合作了 不知道我們怎麼合作 你之前想要合作的項目 我們都可以考慮合作 謝謝姐 有話不成 我爸病痛之後 我們現下所有的事物 都歸我管理 所以 我說的話 絕對當真 那太好了 小小公司幾部 老大爺想跟你們合作 沒想到謝謝姐 選擇我們 就是職團 那真的是 福分啊 只不過 我有兩個條件